新北市卫生局派出医师护士来到中科区公所 为防疫第一线公务人员提供流感疫苗服务 为他们增强身体保护力 目前防堵新冠病毒口罩防疫不可少 但实际上目前也是冬季流感的高峰期 根据卫福部疾管署资料显示 上周仍有实力为接种流感疫苗 感染流感后死亡的个案 而新北市政府特地是购买一批流感疫苗 提供给警销施打 现在更扩及第一线的公务人员 新北市自购的疫苗 那这个自购疫苗的对象 主要是以消防队员警察警销为主 那现在更进一步的开放给区公所 像他们会第一线接触到民众的一些公务人员 那这个也算是要对目前疫情来讲 能够减少针对现在在流行武汉肺炎的疫情 可以做一个区分 预防流感或是新冠病毒 戴口罩勤洗手都是预防飞沫传染的方法之一 对于冬季耗发流行性感冒 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 疫苗接种后需要二到四周才能够产生保护力 建议民众接种流感疫苗 不仅可以降低感染几率 症状也会比较轻微 那如果他都打了疫苗之后 就算有流感 他也比较不会有发伤那些重症的感染 所以目前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关系 还是尽量鼓励50岁以上的民众 可以到公立医院或者是各地的卫生所施打公废的疫苗 今年情况特殊 新北市各区公所因应疫情关系 投入人力提供关怀居家检疫者 卫生局方面主动出击 为防疫前线的公务人员争取提供流感疫苗 来增加身体的防疫力 记者林立如赵世渊新北市报导